欢迎收看《云云众生》,我是刘文鑫 反修例行动没完没了 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声音甚敲尘尚 但我认为基于以下七个理由 港府绝对不应该设立这个 办客观全面号称独立实质 针对性、挑剔、刁难警方的委员会 首先,警务工作是一门专业 专业的事就应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 究竟冲击暴动应该如何应付 所用的武力是否恰当 出手太重还是太轻 将来有没有改善的空间等等 都应该交给警队内部进行事后检讨 而不是越左代爬 交给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来攻审 变相侮辱了警务专业 其次,亲西方反对派经常强调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所谓民意 其实是被他们误导出来的假民意 一方面,反对派支持者受政客和谋影响 而非理性受视警察 另一方面,部分建制派和中立人士 也因为不忍心继续见到目前社会这种这么乱 这么惨的情况 不以为进行独立调查可以息事宁人 他们根本未看清楚事情背后的阴谋和真正目的 第三点就摊开来说,其实亲西方反对派的终极目标都不是警队 而是鉴止中国香港特区政权核心的一场颜色革命 所以先要摧毁阻骂他们奪权的武装力量 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正正是用来打击警队士气和执法尊严 同时破坏特首和警队关系的一技独照 第四是事到如今 当局真正应该检讨的是 反修例一役暴露港府公关文宣欠戒 本来就已经欠缺管治的所谓不干治 如果连警队这个枪干治都被亲西方反对派攻陷的话 将来还有什么管治基础可言呢? 第五点,香港社会撕裂对立严重 已经根本不存在真正独立的人 即使最具权威最有公信力的法庭 近年亦都不断被质疑偏帮亲西方抗争社 而律师行业就几乎被黄丝带垄断 港府委任这些法律界人士加入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 得出任何调查结果都不可能服众 反而可能掀起新一轮的社会争议 而这种情况就恰恰是反中乱港势力最希望见到的 第六再来退一万步说 输打赢要从来都是黄丝打的处事作风 假如所谓的独立调查得出他们不想要的结果 他们会接受吗? 到时便掀起另一场抗争 可以断言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一旦撤立 港府和警队就必定有输无资 任人鱼肉 第七,世上从来都没有十传十美的事情 说要检讨的话 港府上上下下大把部门大把地方都值得检讨 例如那个食政府骂政府的香港电台 他的政治立场早就已经激起功愤 为什么当局不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去查一查港台 单单要针对警方进行调查 是不是有纪律的部门特别好欺? 反政府的部门就连碰都不敢碰? 事实上看回整场逃犯条例风波的来龙去密 刻刻提醒我们退让是不可行的 移交逃犯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国际标准 只要港府坚定完成修例 就可以被事实证明并不存在所谓的什么东西送中 可惜当局顶不住和息我势力不作出退让 才走到目前的联局 事已至此 难道港府还要再犯一次致命的错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